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敬佩智萱 最近我太常待在家裡了 我想要出去自己一個人走一走 嗯...但是我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我剛剛就上網查了 我家附近有什麼景點 然後這邊我查到了有一個地方 騎車過去大概30分鐘 啊 先跟大家說一下 雖然我有時候一個人出去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很孤單 但是也是因為我在這個社會下生存 在外面路上看到情侶 看到很多人他們有朋友 所以對比之下 我很孤獨 想得更深一點 如果從以前原來開始誕生 然後不管愛情 事業 工作 家庭什麼 至始至終都是一個人 那到現在應該也不會有人覺得孤獨吧 甚至連孤單 孤獨 這方面的專有名詞都不會出現吧 很多網路上都會看到很多人 他們過得好開心 對比之下又覺得 啊 自己很孤獨 但是我跟你們講 人至始至終 終究就是孤獨的 不要吵 好了 我下期就要出門了 OK 出門囉 嗨 大家 我到了 我跟你講我現在背景很燙 在燒 我騎到這邊我不知道我怎麼了 這邊完全沒有什麼人耶 這邊是哪裡 我怎麼出現在這邊 你們聽我的腳步聲 好好聽喔 喔 這邊是海啦 欸 你看我正前方 喔 要走到這邊才有那個感覺啦 有啦有啦 OK 來都來了 你看我的腳很白耶 真的好可愛 欸 反正來都來了 擦一下口紅好了 一來之後 我的心情就平靜了很多 人本來就應該屬於大自然的 幹嘛搞得這麼複雜 我現在不知道去哪裡 我等一下可能會用手機擦一下 我就是喜歡那種 不預先找好地方的人 回氣 回氣 欸 蠻漂亮的啊 這邊 什麼聲音 不要嚇我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看我剛剛在那邊嚇死耶 看那邊 你們有沒有聽到有聲音 這給人家嚇死掉 我沒有那個給你們演戲 我很怕有蛇在那邊衝出來 你知道嗎 好可怕喔 沒關係 我找到我的摩托車了 我現在要前往下一個地點 嗨 我現在在 Out Lane 旁邊有做了一個阿伯 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那個 假的 櫻花 還蠻漂亮的 假的櫻花耶 來跟大家講一個很好笑的事情喔 我剛剛就是在走路的過程中 然後就有一個媽媽在推小嬰兒 然後那個媽媽看到我的時候 她臉就是整個垮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眼神就告訴我說 欸 這個男人化妝不好看 對我來講呢 大家越看我我越開心 因為代表我很漂亮 我覺得 欸 很自在耶 現在時間是下午 我今天只有吃早餐而已 所以 嗯 我要去吃個飯 我要讓烏龍麵大的 我要等我一下 好 我要入鏡嗎 好啊 有粉絲要合照 掰掰 吃完了 吃完了 欸 有學生在放學了 那我要先回家囉 來 大家一起回家 最後時間是 5點 我的室友差不多耶 下班了 我每天最喜歡的日子就是晚上 因為我晚上的時候 室友都會跟我聊天 他都會跟我聊 他跟同事之間也八卦 而且我那個室友他很獨立 他已經快40歲了 還單身 還自己一個人在外面住 我最欣賞的就是這種女生 現在時間已經是下班時間了 下班時間我就會趕快離開 我只要走在路上 非常多人會把我當明星 好 先這樣 嗨 大家我回家了 好開心喔 我跟你講 我今天行程就是逛好累最開心 今天上午我不知道在幹嘛 我怎麼會是一個海灘 然後沒有人 還被一個不明物體嚇到 好啦 結尾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到剛剛 我就明白了一件事情 在這個世代 所謂的自由就是被人討厭 沒關係 我真的覺得 謝謝上帝幫我獎項弄得這麼漂亮 我第一次曉得說照鏡子 我的高潮又來了 好啦 我今天 欸 我今天心情很愉悅喔 OK 今天每個人的生活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 OK 我的影片結束了 如果您喜歡的影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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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OK